緬甸內戰爆發之後 軍政府在日前推出了強制徵兵令 強制十八到三十五歲的男性 十八到二十七歲的女性 還有四十五歲以下的醫生等專家 必須要服役三年 如果逃避兵役的話 將會面臨監禁兩到五年 或者是罰款 那麼根據了美國和平研究所 他們的估計說 因為緬甸軍隊 現在就只有十三萬的士兵 而且十三萬當中大約只有一半 他們做了戰鬥的準備 那麼所以觀察家 他們就認為說 這個軍政府的強制徵兵令 只是在他們絕望之下 想要來力拚的求生之舉了 目的是要增加 現在大幅減少的部隊人數 很多的緬甸年輕人 他們根本就不想在戰場上 投網送生命 所以他們開始大量的 就跨過了邊境逃往了鄰國 也就是泰國了 那我們來看到是現在在泰國的緬甸人 根據估計大約有兩百到三百萬人 可是確切數字其實並沒有辦法說得很明確 為什麼呢 因為多數都是非法入境的 過去幾個星期以來邊境的巡警 他們就已經逮捕了數百人 那麼根據了人權活動者的報告 就指出很多的緬甸人 他們現在就透過了一些 比較這個漏洞百出的叢林邊境 或者是混在普通通勤人士當中 抵達泰國 可是泰國政府似乎對於這種狀況 似而不見 為什麼似而不見呢 因為沒想到這一些逃離緬甸的青年成為了泰國的隱形勞工 而且對泰國經濟帶來了貢獻 因為他們將會有利於雇主來保持競爭力 為什麼 因為這些非法入境的人 他們來到了泰國成為了廉價的勞力 那麼據說他們已經貢獻了泰國GDP 達到了百分之六點六了 所以也讓泰國政府變成 好像有一種變相的默許 他們經由非官方的管道進入泰國 以上訊息提供給您 眼前視鎖定華視新聞 哈囉 我是蔣新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